其實我們年代那個男人說打仗就很興奮 說冰就很興奮 附近的街坊 大小的年紀也進軍部工作 有個機會就剛剛有人想考 同班的同學想考 就一起考了 就考了進去 我覺得他的訓練都很重要 其實不僅是體能訓練 也有其他學術性的東西 譬如英文、地圖、急救 不講軍事訓練 這些都不是軍事訓練 我覺得都是很有用的 有些訓練課程 香港可能是沒有的 要去別的地方才有的 我去得最多就去英國 英國的訓練實際上最多 學兵訓練完之後 就調去29Scorbin Water Course or Transport 即我們俗稱的車隊 當然做司機 當然要做Familization 譬如車路線圖 都學過之後 遲了沒多久 當技術成熟了之後 就拿了一個叫Stop Car Driver Course 當然考了10級之後 就駕駛那些車 我們俗稱叫做掌官車 當時的車隊 通常都是開工車人上班 中途工作 車人下班 有時有些假期要開工 我們叫做Special Duties 或者晚上要開工 尤其是我剛才說的 Stop Car Driver 掌官車 他們的應酬多些 比較多些 晚上去車多些 而這件事我覺得對車隊的人影響很大 因為現在很多退休 或者在軍部出來的同事 有這個Qualification的人 香港政府的高官 或者甚至名人 現在香港很多名人 都想請這班人去幫服務他們 然後在1977年 我就調了回去DEPO Training Company 負責搞粗的事情 不僅僅是教兵的 譬如有外來的人來要求 譬如有些CAS 民安隊 他們要粗的教官 我們可以外者出來教 或者其他政府部門 譬如把牆 需要學把牆的技術 我們也要去教 就是幫忙去教 我覺得最清楚 當時越南難民潮 第一批那班人 船載三千多人 那一批 那時我已經是做教車師傅 都教車的 那當時 就要全香港九龍新界 所有車 可以走的都要接他們 但出街的車 就不給普通司機車 就給我們那班 教車的那班人 駕駛的 因為那班他們覺得 他們的技術上 或者經驗上 就不要我們那麼好 當時我在軍隊做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有一個 軍人協會 1980年 我就負責搞三個會合併的 就是一個軍人協會 一個退五軍人協會 一個世界第二次大戰軍人會 我記得都四十幾五十位走 那當然有很多想來都來不了 因為我們那些責任的問題 有些 如果來了我相信不只這樣 就是不用工作 不用上班 不只這樣就算 我很多謝他們給這些訓練我 而且給了生活費我 這麼多年 養了我這麼多年 如果再來了 如果有香港兵的存在著 我覺得希望香港年輕人 可以參與 最低限度做十年八年 不僅僅是體能方面 對人預知訓練 其他人物質 除了一些事情 譬如做事方面 應該都很有幫助